台灣國際報 The Taiwan Times製作播出 值得您關注的國際新聞節目 歡迎收聽台灣國際報 我是薇婷 馬上帶大家關心 今天11月29號的國際新聞重點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台灣國際報 最近台灣國際報 在Instagram上推出新的活動 猜猜我是誰 收聽Podcast指紋其聲不見其人 聽眾朋友們多少會好奇 每位主持人是長什麼樣子吧 這週每日新聞的主持人 都會講述自己的外貌特徵 之後會在IG上放memoji 讓大家來猜猜看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跟我們互動 至於我的外貌特徵 我留到節目最後再跟聽眾朋友們說 記得收聽到最後喔 而今天的新聞將帶您關注 Omicron變異株已經擴散到多國 美國與馬少爾群島產生外交爭議 有幫洪杜拉斯大選可能導致與台灣關係生變 還有烏克蘭總統指控首富和俄羅斯當局密謀政變 更多的詳細新聞內容將在節目中告訴您 首先帶您關注疫情新聞 前天節目有報導的Omicron變種病毒 遭遇在全球蔓延 許多國家紛紛傳出有Omicron變異株的確診消息 包括英國、德國、義大利、澳洲、丹麥、荷蘭、奧地利、加拿大等國家 隨著世衛組織將這種變異株列為高關注變異株 包括台灣在內許多國家都對最先定續出新變異株的非洲國家採取入境限制 而以色列、摩洛哥等國家則是鎖國14天 禁止非本國籍旅客入境 以防堵迅速傳播的Omicron變種病毒入侵本土社區 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迅速 使得前陣子疫情剛剛和緩的南非又面臨病例激增的危機 目前科學家尚未完全了解這個變異株 包括躲避免疫保護的能力和常見症狀 但因為Omicron的變異許多都發生在用來入侵細胞的極蛋白 比起目前流行的Delta還要多 因此必須謹慎戒備 美國總統首席醫療顧問佛奇表示 雖然美國目前還沒有檢測到Omicron的病例 但未來無可避免 而且可能已經在國內開始傳播 必須用盡一切的辦法應對 而股市也反映出投資者對於變種病毒的恐慌 根據CNBC報導 美國道瓊指數在上個禮拜五面臨今年最大的跌幅 但日報跌905點 跌幅達2.5% 標普和納斯達克指數 香港恆生和日經指數 單日跌幅也超過2% 主要的國際疫苗大廠也紛紛表示 會對變種病毒進行密切的關注和研究 有必要時會對出產的疫苗做出調整 適應變種免疫逃脫的效果 其中莫德納和輝瑞表示 能夠在6週內完成調整 100天內出貨抗Omicron病毒的疫苗 接著帶您關注政治新聞 我國的太平洋友邦馬少爾群島 長期以來都與美國保持緊密的盟友關係 兩國之間長期有自由聯盟協定 保障於美國的經貿往來 並且獲得美方的財務支持和軍事保護 馬少爾群島位在太平洋中央的戰略要地 也是美國海軍的重要據點 不過這項條約將在2023年到期 而兩方正因為續約的條款問題 而發生外交爭執 雙方僵持不下的針點在於核污染的賠償問題 在1940-50年代 美國在馬少爾群島進行數十次的核彈事報 留下的核輻射污染造成當地居民 長期以來的健康問題 離癌率高居不下 1980年代雙方達成協議 由美方賠償1.5億美元解決 不過根據美聯社報導 大部分的馬少爾群島居民都認為這個金額完全不夠 有估計指出 美國至少應該要負責約30億美元的金額 不只是醫療和疾病的賠償 還包括維修核爆坑洞保護設施的費用 即便如此 美國依然堅持當初的賠償就是最終方案 不願意重新討論 造成自由聯盟協定續約的過程出現瓶頸 在這個月美國來自兩黨的眾議員寫信向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表示關切 認為政府應該更積極地面對馬少爾群島的訴求 並且指出如果沒有 中國就會有機會趁虛而入 提供馬少爾群島迫切需要的基礎建設 中國外交部表示敦促美國要負其對馬少爾群島輻射污染的責任 並且強調非常歡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 與馬少爾群島或其他太平洋島國進行合作 多年以來中國持續對台灣進行外交打壓 爭取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的友邦斷交 與中國建立邦交關係 光在2019年就有吉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兩國先後和我國斷交 接著但您關注歐洲新聞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上禮拜五召開記者會 宣稱政府內有通敵人士 受到俄羅斯當局和烏克蘭首富阿克梅托夫支持 原本計畫要在這禮拜推翻烏克蘭政府 他指出證據包括兩方人馬之間的通話錄音 還涉及10億美金的價碼 俄羅斯官方否認有涉入 阿克梅托夫更是炮轟澤倫斯基的指控完全是說謊話 澤倫斯基無預警的指控剛好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關係緊繃之際 幾個月以來俄羅斯都在烏克蘭的邊境和2014年 從烏克蘭併吞的克里米亞半島上集結大批的部隊 美國和北約都警示 俄羅斯可能計畫對烏克蘭本土進行全面武力入侵 從2014年起烏克蘭東部就持續在漲火當中 親俄羅斯的分離主義者長期佔領敦巴斯地區與政府均交戰 2019年澤倫斯基作為政治素人以壓倒性的優勢在總統選舉中獲勝 他承諾盡早讓烏克蘭東部恢復和平 至今沒有兌現 另外他也承諾要掃蕩寡頭有錢人控制政治的現況 因此在今年通過反寡頭法 會限制富人的政治獻金和媒體採購 不過批評澤倫斯基的反對派認為 誰是適用規定的寡頭最終判定的機關是由總統任命的國家安全會議 因此可能被政府用來打壓政敵 這禮拜被澤倫斯基總統千年進政變弊案的烏克蘭首富 旗下擁有全國第四大的電視台 原先就時常批評政府 是的總統的指控被懷疑有政治動機 根據Politico報導 今年就有親俄商人擁有的電視台 被控播送反烏克蘭政治宣傳內容被迫關台 雖然許多人讚賞這是驅逐俄羅斯因素的德政 但也有人擔心會對新聞自由造成不良的影響 接著帶您關注洪都拉斯的大選 中南美洲友邦洪都拉斯在昨天28號舉行總統大選 當選人會接任現任總統葉南德茲 在這個月12號曾經訪台並且表示對台灣政權的支持 這次選戰有執政黨國家黨候選人阿斯夫拉 對上政治立場左派的自由重建黨候選人卡斯楚 他曾經表示選後可能會與中國建交 也讓這次的選舉成為國際關切的焦點 執政黨國家黨在國內面臨許多貪污和政治醜聞 包含涉嫌包庇毒銷從事毒品非法交易 因此卡斯楚的民調到選前都呈現領先的態勢 選舉在台灣時間28號晚上9點開始 29號早上7點結束 而這次的投票率達到62%創下歷史新高 如果卡斯楚當選不僅會成為第一位女性總統 也會結束國家黨長達12年的統治 也是在她丈夫塞拉雅2009年遭到霸處流亡國外後 洪都拉斯第一次選出左派總統 而由於卡斯楚在選舉期間承諾 若她當選會改向中國建立邦交 未來與我國的關係恐怕也會生變 美國也呼籲兩位候選人 不論選舉結果如何 都希望能和台灣保持長期的外交關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針對勝選後要選擇與中國建交還是與台灣維持關係 卡斯楚的貼身幕僚在23號向媒體表示 卡斯楚尚未做出最終決定 開票的初步結果顯示卡斯楚遙遙領先 全總部也提早歡呼慶祝 但選舉的最終結果仍要等待全國選舉委員會公布 最後帶您關注科技新聞 澳洲政府計劃對社群媒體上的騷擾攻擊進行監管 政府提出新草案 可能會要求社群媒體公司交出發表誹謗言論用戶的個資 新法案會要求社群媒體平台必須建立檢舉言論的申訴系統 讓覺得被誹謗重傷的人可以要求相關貼文下架 如果對方不願意刪除就可以透過社群媒體公司請求對方的個資 如果對方拒絕 法院可以下令社群媒體公司交出資料 讓檢舉人提起誹謗訴訟 在社群媒體平台的粉絲專頁上 留言區出現仇恨言論和謠言可以說是屢見不鮮 今年9月澳洲高等法院在一起誹謗案中駁回兩家紙媒的上訴 認為他們作為粉絲的管理者是幫助留言區裡的誹謗言論散佈 所以應該被視為該言論的刊出者必須負連帶的責任 這項備受爭議的判決最後導致美國新聞媒體CNN宣布撤下澳洲的社群媒體官方帳號 為了回應媒體業者對於這種責任歸屬的不滿 新草案會把責任全部歸咎到社群媒體公司身上 但是如果他們有落實舉報系統就可以免於被究責 提上法案的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 網路世界不是畫外之地 不能放任機器人酸民和歧視者可以匿名地隨意傷害他人 反對黨工黨也認同莫里森的說法 不過對於草案還是實保留的態度 反對派領袖奧班尼斯表示 草案在執行上可能有國界障礙 發表不當言論的人只要關掉澳洲帳號 或是跳VPN使用外國IP就可以不受限制 以上節目有The Taiwan Times 直播 我的外貌特徵是有棕色的中分捲髮 細長的眼睛高挺的鼻子 那歡迎大家踴躍的參加活動猜猜我是誰 那大家對於這週的新聞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歡迎來台灣國際報的FB跟IG留言告訴我喔 感謝您的收聽我是薇婷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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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 也可以 我們下次見